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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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并上吊自杀身亡 结合这些情节来说 海宗中可能的尤大也就是黑胡子的祖先 就有可能也会经历一个 和领袖乔伊波伊过于理想的理念不同 又因为个人的贪婪和畏惧死亡 而最初背叛乔伊波伊甚至古代王国的行径 而和尤大类似的是 在赞胆镇的降临 乔伊波伊真的受害时 800年前的马绍尔也出现了和尤大一样的悔恨 和白胡子会无条件原谅 因为海军的离间 而背叛自己的儿子斯库亚德一样 乔伊波伊在知道背叛的事情后 也同样没有责怪马绍尔 而是有可能选择原谅他 这就让马绍尔更加悔恨 自己对乔伊波伊和帝之一族的背叛 而这一悔恨也就成为了 马绍尔帝家族后代的诅咒 137系和139系海藏专题 我们所讨论的有关 黑胡子的疾病和诅咒 可能就是和这一诅咒有所关联 而在马绍尔帝的后代 帮助帝之一族 完成乔伊波伊的遗愿和抑制之后 这一诅咒有可能才会被解开 只不过从目前来看 马绍尔帝蒂奇 似乎还并不知道 如何解开这个诅咒的办法 但这一点似乎已经不是 最为重要的事情 正如黑胡子所说的 人的梦想是不会终结的 作为一个兼具野心和全谋的大海贼 所管黑胡子马绍尔帝蒂奇 正在用自己的方式 续写着被诅咒的 递之马绍尔家族的命运 好了本期内容就是这么多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我是王云 海藏专题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